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得知我很快就会离开容乐会的崗位 看回过去16年的工作 我发现我跟你 因为少数族裔的教育问题 断断续续交流都有七年多 过去那两年 我写了很多次信 给教育局的常任秘书长 杰林杰晶女士 很想和她谈谈少数族裔教育问题 但很可惜我每一次收到她的汇信 除了日期不同 就是说已经收到这封信了 其实她是否真的听到我们的关注 王慧芬 FERMI 是社工 一直服务本地的少数族裔 她说多年来 经验告诉她 在香港生活的少数族裔 生活上面对种种挫折 最大的障碍是源于中文能力不足 工作这么多年 她挥进唇舌 为少数族裔向政府争取一套 有系统 以中文作第二语言的课程 什么我可以做 可以见的都做了 那我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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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racial segregation And racial segregation And racial segregation 如果我去日继续不行 其实我可能成为一种 对少数族裔平等机会的发展 是一种阻碍 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 是什么 刚才你是小神来的吗 是 她搬到屋店 幼稚园有没有转到 她转到一个子园 但其实她报了少一 她最后找不到主流的少一 面对铁板一般的衙门 流水的官 Fermy说 自己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最大的感受是身心俱疲 所以两年前 她开始考虑离开工作崗位 奈何一直物色不到接班人 半年前 她决定把工作逐步交给同事接手 部署自己的利害 近年我探的家访多数是我以前 1998年那几年认识的小孩 现在已经做了年轻的爸爸和妈妈 那些子女有些是入幼稚园 有些其实已经开始在找少一 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模一样 去看她 看看她现在的儿子 究竟最后找那间学校 是否已经肯定了 sorry thank you KK呢 我认识你当时多少岁 你今年多少岁 我今年30岁 在油尖还要认识你 KK是FERMI跟进了16年的个案 在她身上 看到典型南亚裔家庭面对的问题 她说如果你儿子不懂中文 不用过来 不用过来就靠 见也不想见 很多人跟她说 你如果再找不到 就进不了Primary Run 我们的担心是什么 我们会浪费她一年时间 几经转折 KK才找到一间学校 肯收个儿子读小一 FERMI说 虽然南亚裔入学问题 比以往有改善 不过大部分学校的态度 依然保守 我试过收过秘密的email 就来跟我道歉 她就说我是一个小学位老师 或者我是一个中学位老师 我觉得很对不起 其实我是有意无意 就是cancel out 就是不收小学位 她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校没有任何陪套 也没有额外资源 我们担心害了她 我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学校要找哪个部门 政府要找哪个部门 我们不知道 幸好有FERMI 我认识她这么久 问她有没有休息过 有时她 我都问她 有时要休息她 我看她 有时要休息 我是帶著遺憾地走的 我這種感覺 那種遺憾 我覺得我對他們不處 因為我走 其實我想起內心或者腦海經常出現的 就是我那些服務對著人的面孔 一家人 三代堂堂 很單純的 每一次家訪 笑笑口 分別我來靠你了 不過現在好了 因為有學校選 不過中文還那麼差 其實我不知怎麼說 我會覺得我沒辦法 我都很盡力 希望接下來會好一點 我每次只能放下一句說話 就是一定要有希望 我們相信 遲些會好一點 但是遲些會好一點 其實說了十六年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 Firmy剛剛讀完大學 開始做社工 她遇到一群失學的印巴裔年輕人 每天流年球場到日 Firmy感覺當時社會上 很少人會關心他們的處境 甚至連當時她工作的機構 都不願意向他們提供服務 她們找不到學校的 每天都在那裡打笨、吃煙、打法日神 有一次有個十四歲的男生 她說Firmy, 我覺得 I'm so lonely Lunely是有心的 那裡出來 我們跟社會沒有關係 我們生也好死也好 好像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重視我們 但是其實我有身份證, Firmy 你知道我香港出生嗎? 我很震撼 當年我自己新移民的時候 我內心是多麼盼望我盡快融入 我多麼盼望主導社會有能力的人 伸出一點點, 援手扶我一把 Firmy本身是新移民 十一歲才跟家人由內地移居香港 所以她說自己很明白少數族裔 融入不了主流社會的那份旺盧 適時的主動幫忙 可以減輕這種無助感覺 不斷寫給二志雲 二志雲都說這個教學問題 不是我們民政局落 我說我知道, 但她不回覆我 那你不如幫我再約或者寫給她 雖然我們是一個融和的社會 仍然是有種族歧視 由於我最初去到民政局 就不是主要做人權政策 和少少族裔的 我們每週開的跟進報告的會 其他同事都會說 都不時有提起融洛會 通常聽回來說這個人很麻煩 很難處理 黃偉勳很難相遇 就是從一個政府的角度 因為她是做倡導的工作 因為她如果說雙承那件事是公義 她就肯放棄 所以有時候是難解決到她要求的事 儒智韻說自己和FERMI 可謂不打不相識 當年她還是民政事務局的副秘書長 負責民間組織和政府的溝通工作 四年前她從政府退休 之後接受邀請 加入FERMI的機構做了三年義工 一起推動少數族裔的服務 由於小小族裔一開始的時候 她是墮後了 因為她中文的水平是低 沒有辦法可以追上 結果就是很不平等 公務員出去見團體或諮詢時 最怕是甚麼呢 最怕是堅持原則 而堅持原則背後是核心的理念 莫慶聯是FERMI大學的導師 FERMI視她為生命導師 在1995年她做社區工作實習時 當時機構發生天台屋事件 她實習不是做那件事 誰知她被鄰居的事吸引 後來發生了警民衝突 然後她也會走去 不關她的事的事 其實她也會走去關心同工 她讀書時代 已經引育了一個很強的 對公義的執著 對弱勢社群的關心 一種叫抱打不平的性格 是打動到 亦是她有很強烈 很相信的核心的 社工的核心價值觀 就是人權和公義 和倡導權益 是她整個人生很相信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在我和她經歷整個過程 我都充分體驗 那種又說離開又又回去 所以她這次說離開 其實我內心覺得 看你何時會再回去 再想一想 又重新再上路 都未定 康尾 аго 好強喔 我不認識 這個帥哥有前度的新同事 他負責講 Around Talk 1998年 在非政府機構做 每次都來這裡說 之後成立容樂會的早年 未有同事 到了2004年都是我自己說的 2004年之後 逐節有同事 同事開始跟我分工 慢慢交給同事 我現在做政策比較多 就少了 我從1998年2月開始接觸 我接觸就是一些失學 經常把那些失學的人塞進來 經常都要求的 其實那時候他們是爆的 我每次都塞到 是教條例最高的那個 45個、43個 那個時期Fernie 多數是用個案式的方法 去幫我的小孩子 如果我自己觀察 好像應該是2001年左右 他應該就離開了 做工的那個地方 就自己出來做了容樂會 成立了容樂會 但當時 其實就是容樂會生的事 沒有人給他錢 他就沒有薪金 但我幾年不知道他怎樣過了 甚至有時候還要貼錢給他的客戶 有時候見到他 夜一夜收到 他跟進個案的 青少年的電話也好 甚麼都 那他都是去的 警局他也去 法庭他也去 醫院他也去 可能其他一些需要的地方 他都會去 我自問自己都不行了 郭麗英老師 認識Fernie十幾年 他說當年沒有人關注 非華語生學中文這個議題 但是在Fernie推動下 現在學校的老師 學生 甚至家長 都對這個問題 日漸關注 04年或之前 香港的小學做學生 如果讀政府資助學校 如果是小一 只有七間同學可以選擇 中學就是三間 原來他是自己一條隊 他真的挺歧視的 於是我們第一次 希望用人權法教育局 因為人人平等 在04年 開放了小一和中一 派位制度 原則上小學做事 就可以根據他的能力 居住地區 去選擇學校 但這個的確 是對教育均等那件事 是很重要的突破 那些收開的小學校長 是罵到我 不得了 因為覺得是打爛他犯碗 變成他不是 永遠都收到學生 那有些沒有收的 又罵到我很緊要 因為一向都不用教 但是有兩位校長 中學校長 我在想想是誰 他真的起床這樣說 我是很支持的 而說我們站在學生的利益 在長遠的利益 我覺得是有同路人的 很多的 有些是他有夢想的 有些是繼續在香港升學 有些是說是台灣 爭取改變派位制度之後 FERMI開始推動本地大學 接受少數逐藥學生 以英國匯考中文科成績 而不用用香港匯考中文科成績 作為入大學申請資格 請問我這些事 是 我問我這些事 我問我這些事 是 我問我這些事 是 那種彷徨,放了榜年青人 那種彷徨的眼神是沒有變過的 他們的出路跟父母輩那一代 不是很大分別 我很急,很急就是我真的要走了 怎麼辦?很擔心 我們十幾年把這個議題 叫做政府的最高層,聽到了 好,不好意思,我們很逼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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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們處理各種的問題 各種各樣全部都指向教育 教育裡面的問題之中 就是一個中文能力不足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究竟現在這個小數字要學中文 現在的政策和措施是否合作? 你已經發覺跟本地的小數字越來越差 這個有1%就保證你入大學剩下0.59% 就是這樣低的% 停機會現在都似乎是我 我差不多最後的希望就是 都很希望周主席要說得出做質道 不要再拖 怎樣可以接受不同的人 我是擔心他一樣健康 因為如果他長期說是這樣做 我想對任何人來說 健康的健康也不太好 沈士基 10年前認識Fermy的時候 整個融樂會只有Fermy一個人 眼見他沒有收入 都為這個社群四出奔走 所以他義務幫他籌募經費 還成立一支義工隊提供支援 南亞裔的小數民族的社區 自己的話 開始積極去爭取自己 應該是平等的領域 我覺得是 那裡我覺得是多了很多人 We care about learning Chinese 在他的腦海之中 就是他覺得社區是可以做好一點 做得不好就沒有公義在這裡 我從1998年開始做小小族 但那時候是打工 還有少許時間 起碼有些假 也會一起假日 帶小朋友去玩 或者跟家人去旅行 也有我在這裡 但漸漸就真的少了很多 多數都是我姐姐自己獨力 帶他們去玩 在五兄弟姐妹裡面 有三個都是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兄道的智障的問題 我家裡是有些成員 是因為那個智力的 先天的限制 他不能夠受惠於教育很多 那有時候會有一個困難 我們叫做 用來判斷這個世界的美醜 或者欣賞這個世界各項的事物 我是覺得是挺無奈 因為沒得選擇的 是先天 但是去到小族族的身上 我就看到 他不是有先天的限制 而是後天的限制 就是他沒有一個平等機會 我爸爸其實過去一年 健康是多大的急轉直下 就是大部份時間都是醫院過的 作為兒女 有時間去探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的本分 我自己不想人生多一種機會 I am one of her volunteers I create this volunteer platform actually now grew to about 4,000 members It's all because of her 上個星期六 Fermy正式離開 由她一手創立 工作了16年的機構 I am good today because you know through the sharing everyone here is able to see I never were alone If you were not there holding that activities for us like if we get out from a phone five what would happen you really really changed my life not just my also my friends and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hanging my life We're hoping that the same thing around in Some people âteous I love you 立法会通过大浪西湾 作郊野公园地 环保人士喝彩 涌地求利者就未放弃抗争 香港还有多少这些偏远桃源 爱环境者保得住多少块静土 亨窗集下星期日晚7点35分 翡翠台